才剛騎車到家眼前這名男子就是遠景要找的殯葬達人張君凱 知道警方為何要找他面對這種場面不陌生 張君凱頻頻跟警方說會配合 兩年前他被警方移送因為有家屬指控 張君凱在臉書貼文目的的善款他們不知情 法官調查新北市污萊一名男童溺水 當初搜救人員花了十多天才在吸水中找到死者 但張君凱卻趁機說需要外界捐款用來支付修復大體和喪葬費 從107年開始包含污萊等11個不幸的消息 他利用相同的手法總共募款將近50萬 事後捐款的人有的提告有的沒提告 就是有一位師傅他就會開始教我們說這個比例過程 金盆洗手的製毒師出獄後從事禮儀工作 還曾經接受採訪因為有跟家屬和解 一審不能一顆罰金可以社會勞動的部分判刑一年十月 可以一顆罰金的刑度一年六月 他回應官司會上訴 為了這件事他頭髮都白了強調沒做錯事 善款都有拿去幫助其他弱勢家庭 如今低調生活已經不是公眾人物 因為臉書一篇鮮魚湯貼文張君凱爆紅 還有殯葬達人封號 二審刑度怎麼樣就看未來怎麼說服法官 第一位新聞洪富華韓尚倫特別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3日報告 4日報告 4日報告